我们将不停止探索 而我们一切探索的终点 将是到达我们触发的地方 并且是生平第一遭之到这地方 汤永宽义 四个四重奏 T S爱略特 愿景已成为最滥用 却最不为人理解的词汇之一 这个词汇能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 我们想到了杰出的成就 想到了把社会上各种人连结 在一起的深层价值 我们想到了胆大包天 振奋人心的目标 我们想到了一些永恒的东西 组织存在的根本原因 我们想到了植入我们内心 敦促我们做出最大努力的信念 我们想到了我们想成为什么的梦想 但是问题正出在这里 我们都知道愿景很重要 但它究竟是什么呢 为再版增添的这一章 礼一 我们为您展现了一个定义愿景的概念架构 让这套围绕这个新潮名词模糊 杂乱的概念变得清晰 严密 并未阐明 在组织内部一致的愿景 提供应用上的指引 这是一个规范的架构 基于六年来 为写着本书进行的 对高瞻元主公司的研究 在此之后 我们和世界上各种规模 各种形式 公司的精明经理们的合作工作 仍然在进行着 并在时间中不断改善 和测试这个架构 在以下的篇幅里 我们将详细地描述这个架构 组成这个框架的一些关键概念 与我们前面几章的研究结果是重叠的 因此 这章的某些部分可能看起来有点多余 但我们想把它写成能给人深刻印象的独立章节 另外 这一章给出了大量说明性的例子 这些例子都是来自高瞻元主 公司以及此书之外 我们合作及研究过的公司 我们用这些例子说明如何应用这些概念 并给出大量实质性的质疑 我们再次重申一下 基业长青的关键研究结果 最持久 最成功的公司的基本特质 是他们保存一种核心理念 同时刺激进步 积极改变除了核心理念以外的任何东西 换个说法 高瞻元主的公司 能够从繁琐的经营做法和商业谋略中 这应该应时而变 分离出他们永恒不变的核心价值观 和经久不衰的使命 这应该永远不变 对于真正伟大的公司 变化是一个不变的常数 但不是唯一的常数 他们明白什么应该永恒不变 什么应该应时而变 什么是真正神圣的 而什么不是 通过认清什么应该永恒不变 他们在面对其他任何事物时 更能刺激进步 增进改变 本章用这种框架阐明愿景 并提供了在公司内部推行这种保存核心 刺激进步理念的指导背景 愿景架构 图示1.1 清晰的愿景 一个构思良好的愿景 包括两个主要方面 核心理念和未来前景 请注意 它与最为根本的保存核心 刺激进步这一公式是直接对应的 一个好的愿景建立在互补的阴阳互动之上 它定义了不变的 我们代表什么和我们为什么存在 核心理念 并提出需要重大改变和提高才能获得的 我们渴望成为什么 达到什么境界和创造出什么 未来前景 追求愿景意味着实现组织和战略的协调 用以保存核心理念 刺激进步以实现展望中的未来 只有二者的协调才可以把梦想变为真实 把好的意愿变成具体的现实 核心理念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说的 核心理念定义了一个组织持久不变的特质 这是一种历史不变 并超越产品市场生命周期 技术革新 管理时尚和个人领袖的自我认同 事实上 高瞻原主公司的缔造者们最持久 最重要的贡献是核心理念 正如在1996年帕卡德去世时 比尔修利特谈起这位老朋友间和火人士说的那样 对于公司 他在身后留下的最大贡献 是一套被称为惠普风范的道德标准 惠普的核心理念自从1938年提出以来 一直引导着公司 他包含对个人作为道德原则的深层尊敬 对可达到质量和可靠性的追求 对社区责任的承担 帕卡德把他价值43亿美元的惠普股票 移赠给一个福利基金会 还包含公司的存在是为了改善人类福祉 促进人类进步 做出技术贡献的理念 高瞻原主公司的创立者 像戴维帕卡德 索尼的景深大 默克公司的乔治默克 3M的威廉迈克奈特和摩托罗拉的保罗高尔文 都知道你是谁远比知道你要去何方重要 因为去向何方必定会顺势而变 领袖会去世 产品会过时 市场会变化 新的技术会出现 管理时尚来了又去 但一个伟大公司的核心理念 作为公司指导方针和创新灵感的来源 却经久不衰 在公司成长 分散经营 多元化投资 全球扩张 以及内部多样化的过程中 核心理念都起到了一种高度聚合的作用 打个比喻 核心理念就像是犹太教教义 上千年来 流离失所的犹太人 即使在大流散时期 也坚守着这种教义 或者说 它就像是美国在独立宣言中那种不言而喻的真理 或是科学界 把全世界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凝聚在一起 共同为人类知识进步而努力的持久的理想和原则 任何有效的愿景都必须包含公司的核心理念 这种核心理念需要两个明确的组成部分 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使命 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公司的精神和持久的原则 是一套不需要外部调整的永恒指导原则 它对于公司内部的人拥有固有的价值和意义 迪士尼追求想象力和快乐的核心价值观 是发自自身内在的信仰 而不是来源于市场的需要 威廉帕卡德和詹姆斯甘宝 并不是把保证产品的优异性定义 为成功的谋略 而是作为一种近乎宗教教义的原则 为保洁人固守了近150年 有益于顾客作为诺斯通一贯的作风 可以追溯到1901年 限于顾客服务项目成为商业时尚80年 作为个人信仰 比尔修利特和戴维帕卡德认为 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尊重个人 这种信念不是他们从某本书上读来的 也不是听某个管理大师传授的 强生公司的CEO拉尔弗拉森是这样说的 在我们信条中宣传的核心价值观 可能成为我们公司的一种竞争优势 但这不是我们坚守他们的原因 我们坚守这样的价值观 是因为他们明确了我们在代表什么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 这样的价值观 将使我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我们仍然要坚守他们 关键在于 一个持久伟大的公司是 出于自己的需要决定什么 价值才是核心的 而不是出于当时的环境 竞争需求或追踪管理时尚 因此 世界上显然没有一套普遍正确的核心价值 一家公司规定把顾客服务 例如索尼 尊重个人 例如迪士尼 质量 例如沃尔玛 市场反应 例如惠普 或是团队精神 例如诺斯通 作为核心价值 当然 这些公司都有围绕这些标准的做法或谋略 我们再次强调我们的基本研究结果 最关键的 不是一个公司拥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 而是它是否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为了从组织中把核心价值提炼出来 你需要保持绝对的自我诚实 如果你设计了五六种之多的价值观 很有 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考虑到本质的东西 或是混淆了核心价值 这些是不会改变的 和经营做法 商业谋略 文化标准 这些应该应时而变 记住 真正的价值观必须可以经受时间的考验 当你出你出一系列核心价值时 逐条的往下问 如果环境改变 我们将要为坚持这个核心价值付出代价 我们还会固守这个核心价值吗 如果你不能诚实的说是 那么这个价值就不是核心 应从列表中删去 例如 一个与我们合作的高科技公司 不知道是否应该把质量 放到核心价值观里面 这时公司CEO问道 假如十年后 质量在我们的市场上不再有巨大的差别 而唯一有影响的只是单纯的速度和动力 而不是质量 我们还会把质量列入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里面 嘛 管理层的成员都面面相去 最后说 实话说 不会 因此 质量就不是核心价值 但对质量的追求仍然是公司当前的商业策略 质量改善项目仍然是刺激进步的机制 但并不在核心价值之列 记住 策略随市场状况的改变而改变 但一个高瞻元主公司的核心价值却保持不变 同样 这群管理者继续探讨 是否应该把领先的创新列入核心价值观 这是CEO问了同样的问题 无论我们周围的世界怎样改变 我们是否都会以此作为核心价值 这次 管理曾达成了强烈的共识 是的 我们将永远追求领先 追求创新 这是我们的本色 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而且永远如此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即使当前的市场不需要我们的创新产品 我们也会寻找接受它的市场 于是 追求领先的创新 就列入了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中 并且得永远保留 一个公司不应该因市场变化的需要 而改变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相反 有可能的话 可以改变市场 以维护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谁应该负责决定 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取决于公司的规模 历史和地理分布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建议用火星团队的办法 操作如下 假设现在要求你去另外一个星球 尽可能好的复制现在的组织 但宇宙飞船上只有5到7个人的位置 你会派谁去 这些人应该对你们的核心价值观有深入的了解 能获得同事们最高的信任 并且有最强的能力 我们会经常让选出来决定核心价值观的一群人提名 5到7个人 组成一个火星团队 结果 这个团队总能找到一种可靠而强有力的方法 准确漂亮的阐明和新价值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核心价值的典范 公司遗传密码的片段 火星团队还可以有效地用来阐明核心使命 我们从未遇到一个公司 不能找到一套共同的核心价值 即使是由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组成了全球公司里 也是如此 关键是怎样从个人的层次着手 再上升到组织的层次 那些负责阐明核心价值的人 应该探讨这样的问题 你自己在工作中持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 那是你始终追求的 不管是否有益 你都会坚持 如果要你向你的孩子或其他亲人形容 你在工作中持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 并且希望在他们长大成人 出来工作时也坚守同样的价值观 你会怎么做 假设第二天一早醒来 你就拥有了一笔足够供你安度余生的钱 你还会继续坚守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吗 你可以预见 自己所坚持的核心价值观 在一百年后还会像今天一样有意义吗 如果有人指出你坚持的核心价值观中 有几点将使你在竞争中有所不利 你还愿意坚持他们吗 如果将来你要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建立一个公司 你会为这个新的公司注入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 而无需考虑这个公司从事的行业 最后这三个问题尤为关键 它们从本质上区分了历史不变的核心价值 和硬实而变的做法和谋略 核心使命 核心使命是核心理念的第二个组成部分 是公司存在的基本原因 在基业长青的第一版中 我们并没有充分强调核心使命 没有把它和核心价值观区分开来 低估了它的重要性 如果被迫要在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使命二者中进行选择 我们认为核心使命 在引导和鼓舞公司方面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 核心使命要比核心价值观更难定义 一个有效的使命 反映了人们对公司事业的重视程度 决定了他们的动机 而不仅仅是对产品和目标顾客的一种描述 它抓住了公司的灵魂 表示一点一 核心使命力士 使命表述的是 公司在利益之外存在的深层原因 正如1960年代夫帕卡德的讲话所说的 我想很多人都会错误地认为 一个公司的存在只是为了赚钱 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寻求我们存在的真正原因 表11.1 核心使命的历史 使命可以延续上百年 不应该将其和具体的目标 商业战略 在百年中要多次变化 混为一谈 尽管你可以达到一个目标或完成一项规划 你却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使命 使命就像是地平线上指引的恒星 可以永远地追寻 却永远不可能达到 尽管使命本身不会变化 它却能激发改变 使命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意味着一个公司要完全投身于它的使命 就要永远刺激变革和进步 我们并不认为以下这些是有效的使命 根据政府颁发的许可证 我们参与二级贷款市场 把抵押贷款组合成投资证券 这仅仅是一种描述 而一种崇高的使命 应该像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的主管所说的 通过不断促进房屋所有权 加强社会构架 据我们所知 二级抵押市场甚至不会超过100年 但以住房的普遍化而促进社会的均等 却是一个无论世界如何改变 都能经久不衰的使命 在这样的使命的指引和刺激下 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 在9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大胆的创新 包括一个要在5年内降低抵押保险成本 40%的项目 一系列通过用50亿美元支支的保险试验 用以减少在贷款过程中的歧视的项目 还有一个大胆的目标 就是要在2000年之前 为1000万 一直以来都没有自由住宅的家庭 提供1万亿美元贷款 这些家庭包括少数民族 移民和低收入人群 与此相似的 3M并不用粘合剂 研磨剂来定义它的使命 而是永远寻求用创新方法解决 为解决的问题 这个使命带领3M不断地进入广泛的新领域 麦肯锡的目的不是做管理顾问 而是帮助公司和政府更加成功 为了这个使命 在100年以内 他们可以开发许多咨询以外的事业 而不仅仅是做咨询顾问 惠普的存在不是为了做电子测试和测量仪器 而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变得更好 而做出技术上的贡献 这个使命引导公司远远超越了它做电子产品的元气 想象一下 如果沃尔特迪士尼 把公司的使命设为制造卡通片 而不是让人们快乐 我们很可能就不会有迪士尼乐园 Ectot中心 或者阿纳海姆鸭子队 一个和我们合作过的制药厂 考虑把为人类医疗制药作为他们的使命 我们问 这个使命可以持续100年吗 一位经理指出 今后公司很可能会发现或创造全新的 不用传统的药物来改进人类医疗的方法 另一位经理指出 在今后的几十年里 公司很可能会为动物发明新的治疗法 第三个经理说 够了 我不是来为治疗疾病制造什么东西的 我来是为了让医疗有重大改进 并创造一个没有任何人创造过的记录 否则 到底是什么呢 最后 这家公司抓住了它的使命 我们为医疗的重大改善而存在 在未来的上百年内 这个使命都可以引导激励这家公司 一种探寻公司使命的强有力的做法是 问五个 为什么 从描述性的声明开始 我们制造了假产品或者我们提供一服务 然后问五次那为什么是重要的 在问了几个为什么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逐渐接近了公司的根本使命 在我们和一个市场调研公司的合作中 我们用这种方法加深和丰富关于公司使命的讨论 这家公司的管理层首先开了几个小时的会 得出下列有关他们公司使命的陈述 提供可得到的最好的市场调研数据 我们然后问 为什么提供可得到的最好的市场调研数据很重要 讨论了一下后 他们的回答反映出公司使命的深层意义 提供可得到的最好的市场调研数据 是为顾客找到一种了解市场的途径 这种途径要比其他任何方法都要好 接下去的讨论让管理层意识到 他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卖掉市场调研数据 而是在于为顾客的成功发挥作用 这一系列的自我发问帮助他们明确了公司的使命 通过帮助顾客了解他们的市场为顾客的成功服务 有了这个使命之后 公司在做产品决策时想的问题就不再是 这有市场吗 而是 这对我们顾客的成功有用吗 这五个 为什么令公司用不平凡的方法 在平凡的产业中经营 举个例子 一个经营利青 杀利的公司一开始可能会说 我们制造利青杀利产品 问了几个为什么以后 他可能就会总结说 利青和杀利产品很重要 因为基础设施的质量 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安全和感受 在一个坑坑洼洼的路面开车 既令人恼火 同时也是很危险的 波音747 不可能在粗制滥造或劣质水泥做成的跑道上 安全着陆 用低质量材料建成的楼房会慢慢磨损 最终在地震中崩塌 从这个角度考虑的使命僵势 通过改善人造建筑的质量 让人们生活得更好 这些带着强烈使命感的话 让加利福尼亚州沃森维尔的花钢岩食材公司 竟得了马尔科姆 报得里奇国家质量奖 这对于一个小型的采石历清公司来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公司还因此成为了我们所见过的所有行业中最上进 最令人振奋的一个 你也许会发现 这张讨论的核心使命 没有一个是与最大化股东财富有关的 核心使命的要点是引导和激励 最大化股东财富 不会激发这家公司任何层次的人 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指导作用 最大化股东财富 只适合那种 还没有认清自己真正核心使命的公司 这是理念的一种替代品 而且是一个劣质的替代品 在听那些伟大公司的人谈论他们的成就时 你很少听到有关美股收益这类东西 摩托罗拉人谈论质量的改善 和他们的产品对世界的影响 惠普人谈论他们的产品 为市场做出技术贡献给他们带来的骄傲 诺斯通人谈论全心全意的顾客服务 和星级销售人员出色的个人表现 当一位博音公司的工程师谈论 其令人振奋的革命性的777飞机时 他不会说 我把我全部心血投入到这个计划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美股收益 增加37美分 要超越最大化股东财富的境界 发现企业的真正使命 可以通过一个叫随机公司连环杀手的游戏 方法如下 假设有人出高价买你的公司 并出了一个可以使公司内部和公司外部的人 都十分满意的价格 另外你可以有一系列大胆的设想 比如 公司可以有很好的现金流 再假设 这个人可以用同样的薪酬制度 为所有的员工提供稳定的就业 但不保证是在同一个行业 最后 假设这个人在购买了这家公司后 要杀死这家公司 他要取消这家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关闭机构 把他的品牌永远的数值高格不再使用等等 这家公司会在事实上消亡 完全从地球上消失 你还会愿意被这个人收购你的公司吗 为什么不愿意或者为什么愿意 如果公司不存在了 会有什么损失 为什么公司现在的存在和存在下去是重要的 我们发现这种方法对帮助那些精明 重力的经理们认真考虑 他们公司存在的深层原因十分奏效 另一种方法是用以下问题问 火星团队的每一个成员 如果第二天你醒来 发现你拥有了足以让你不用再工作的财富 这时你将界定出什么样的公司使命 让你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工作下去 是什么深层次的使命感 激发你为这家公司的成就 继续贡献你宝贵的创造力 在我们跨入21世纪之际 公司要全力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才能 但为什么人们要有这样高的工作热情 和奉献精神呢 正如彼得·德鲁克指出的 最优秀 最有奉献精神的人最终都是自愿者 因为事实上他们有机会做其他事情 在一个异变的社会中 在对公司生活冷嘲热讽的氛围下 在日渐被企业家分割的经济状况下 公司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他们的使命 这样才可以帮助他们把工作变得更有意义 更能吸引、留住和激励结出人才 核心理念的几个要点 有一点非常重要 你不需要创造或制定核心理念 你只能去发现核心理念 理念的制定不是来自于对外部环境的观察 而是来自于内在的审视 理念必须是真实可信的 你不能捏造一个核心理念 你只能理智地分析它 不要问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核心理念 而应该问我们真正拥有什么核心理念 人们必须带着强烈的热情 深层次地去理解拥有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使命 否则拥有的就不是核心 你认为公司应该拥有的价值 但又不能肯定是这个公司现有的 就不能把它作为真正核心的价值 这样做只会引起全公司的冷嘲热讽 你想骗谁啊 我们都知道这根本不是这里的核心价值 更准确地说这样的愿望应该是你未来前景或战略的一部分 而不是核心理念 如果你们公司曾经拥有令人振奋的核心价值观 但被日渐淡忘 这时可以把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核心理念 合理的一部分 但条件是 你要让你所有的员工知道 要重振这一核心价值观 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核心理念起的作用是引导和激励 而不是做出区分 两家公司完全可能拥有一样的核心价值观或使命 许多公司都可以有做出技术贡献的使命 但很少像惠普那样积极地去实现它 许多公司都可以有保护 并改善人类生活的使命 但很少像默克那样坚守它 许多公司都可以有 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使命 但很少能像诺斯通那样 围绕这个价值创造出高度教派般的文化 许多公司都可以有创新的使命 但很少像3M那样 创造出强有力的配合机制去激励创新 再者 区分高瞻元主公司的不是核心理念的内容 而是核心理念的真实性 纪律性 一贯性 以及它们配合的程度 就像是 让你更与众不同的不是你信仰什么 而是你相信的程度 当你深深信仰一种东西时 你就会长时间的保存它 而且会以同样的方式把它融入到你的生活中 核心理念要对公司内部的人有意义 有机力作用 而不需要让所有的外部人为此感到振奋 只有公司内部的人才 需要核心价值观和使命的敦促 并激发长期为公司的成功服务的热情 核心理念对公司外部人的影响相对次要 因此不能成为确认核心理念的决定因素 核心理念因此起到了区分公司内部人 和外部人的关键作用 一个清晰表达准确的理念 会吸引有同样价值观的人来到这家公司 同时排斥与之相反的人 你不能把新的价值观和使命安装到人身上 核心价值观和使命不是什么可以让人批量买进的东西 人必须本来就有能够接受它的素质 经理们经常问 我们怎样才可以让人们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核心理念 不要这样做 你也不可能做到 我们只能去寻找 去吸引 去留注意于接受我们核心价值观 核心使命的人 并让不易于接受我们核心价值观的人 应谋高就 的确 阐明核心理念的过程会让某些人选择离开 因为他们发现 自己并不能与这家公司的核心相容 这是一个不错的排除结果 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 当然 在严格的核心理念里 你也可以 事实上是应该 允许有多样性的存在 因为即使有同样的核心价值观 认同同样的核心使命的人 也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想法和外表 不要混淆核心理念和核心理念的宣言 一个公司可以有很强烈的核心理念 但未必有正式的宣言 例如 据我们所知 耐克没有正式阐明它核心使命的宣言 然而 据我们观察 耐克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理念 带着教派般的热情渗透到整个公司 感受竞争 成功和挫败对手的激情 耐克有一间学校 一个充满了竞争精神而不是工作情节的圣地 耐克英雄的巨幅相片贴满墙壁 耐克的星光大道 挂满了耐克运动员金光闪闪的奖章 耐克运动员的雕像处理 再环绕全校地跑到两旁 楼房都是以运动员的名字命名 像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穷卑努瓦 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 网球运动员约翰·麦肯罗 没有竞争精神 没有疯狂冲动的耐克人 不会在这种文化中逗留很久 即使这个公司的名字 耐克是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的名字 也反映出竞争的意味 可见 尽管耐克没有正式地阐明她的使命 这种使命很显然还是存在的 因此 阐明核心价值观 核心使命不是一个文字游戏练习 一个公司可以在不同的时间 用不同的宣言来描述核心理念 在惠普的档案里 我们看到了不下六种描述惠普风范的宣言 他们都是戴维帕卡德 在1956年到1972年间起草的 所有这些版本都讲述同样的原则 但所用的语言随时代 环境的不同会有所不同 同样 索尼在它的历史上 曾经用许多不同的语言描述核心理念 在索尼创立的时候 景深大就描述了索尼核心理念的两个要点 我们要喜欢挑战技术困难 要注重对社会有用的高难度技术产品的生产 而不管这类产品的需求有多大 我们要强调能力 表现 个性 让每个人都可以在能力 技术上有最佳的表现 40年以后 同样的核心理念出现在索尼先锋精神里 索尼是一个先锋 从不怨落人之后 索尼要通过不断进取 为全人类服务 它要成为为之领域的探险者 索尼坚持尊重 鼓励个人能力的原则 并一直尽力发掘人的最大潜能 这是索尼的最主要动力 可见 一样的核心价值观 也可以有不一样的表述 因此 你的重点是抓住实质 要抓住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使命的精髓 而不是为了载入史册 写出咬文嚼字的完美宣言 重点不是创造一个完美的宣言 而是深刻的理解你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 核心使命 这些核心可以用多种语言表述 事实上 一旦认同了核心 我们鼓励每一个经理人 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和别人分享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使命 最后 不要混淆核心理念和核心能力 区别是 核心能力是一个战略概念 它重在公司的优势 而核心理念重在你代表什么和你为什么存在 核心能力要和核心理念紧密配合 它通常根源于核心理念 但与核心理念不同 举个例子索尼有迷你化的优势 一种能运用于许多产品市场的实力 但它没有迷你化的核心理念 100年后索尼甚至可能不会把迷你化作为它的一种战略 但作为一个伟大公司 那时的索尼仍然要保存索尼先锋精神里的核心价值 仍然要有为公众利益领导开发先进技术的基本原因 对于像索尼那样高瞻远瞩的公司 核心能力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但核心理念却不会 一旦你弄清楚了核心理念 你可以改变除此以外的一切东西 以后 无论什么时候听到有人说 因为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或者我们一直都是那样做的 或诸如此类拒绝改变的借口 你都可以提醒他们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则 如果这不是核心 它就可以改变 或者用一种更强烈的语气 如果不是核心 就改变它 当然 阐明核心理念只是第一步 你还要决定你要刺激什么样的进步 这就是我们这张的第二部分 未来前景 未来前景 是愿景框架的第二个组成部分 它包括两点 一个10到30年的胆大包天的目标 和对公司完成胆大包天目标后 会是怎样的生动描述 我们用未来前景来表示 因为这个词本身包含着一个悖论 一方面 它包含一种实质感 它是生动而真实的 可以看到 摸到 还可以感觉到 另一方面 它描述的是还没有实现的一个时期 是一个梦想 希望或渴望 愿景层次的BHAG 胆大包天的目标 尽管公司在不同的操作层次 可以同时有许多胆大包天的目标 愿景要求有一种胆大包天目标的特殊形式 一个适用于全公司的愿景层次的BHAG 要用10到3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 第五章有对胆大包天目标的具体讨论 要树立一个未来10到30年 才能实现的胆大包天的目标 要考虑到公司现在的能力 当前环境趋势和动力 状况以外的因素 的确 树立这样一个目标迫使管理层要高瞻远瞩 而不能拘泥于小的战略战术 一个胆大包天的目标不应该是一个必胜的赌博 它应该大概只有50%到70%成功的可能性 但公司必须相信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做到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需要付出惊人的努力 也许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在树立这样一个愿景层次的BHAG 我们建议考虑以下四点 目标 常见对手 典型模范和内部转型 从目标入手的BHAG 可以是定量的 也可以是定性的 例如 2000年 前成为拥有1250亿美元资产的公司 沃尔玛1990年 大众化汽车 福特20世纪90年代早期 成为最能改变劣质日本产品 这一国际形象的公司 苏尼50年代早期 成为历史上最强大 最持久 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机构 城市银行 花旗银行的前身 1915年 成为商用飞机业的龙头 把全世界带入喷气式时代 波音 1950年 从常见对手入手的BHAG 包括集中打败一个常见的对手 一种大卫打败巨人的目标 例如 打败雷诺公司 成为世界第一的烟草公司 菲利普莫里斯 20世纪50年代 打败阿迪达斯 耐克 60年代 亚马哈 我们要挫败 排挤 彻底打败亚马哈本田 70年代 从典型模范入手的BHAG 对后起直追的公司 尤其奏效 例如 成为脚踏车业的耐克 GI20体育设计公司 1986年 要在20年内和今天的惠普一样有名 Watkins Johnson 1996年 成为西部的哈佛 斯坦福大学 40年代 从内部转型入手的BHAG 再需要内部转型的老公司或大公司十分有效 例如 在我们服务的每个市场都要数一数二 改革这家公司 要让它拥有大公司的实力和小公司的节俭 灵活 通用电器 80年代 把这家公司从国防承包商转型 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多样化的高科技公司 罗克维尔 1995年 把这个部门从不为人知的内部产品供应者 转型为公司里最受人尊敬 最令人振奋 和最多人追随的部门 一个电脑产品公司的零件供应部门 1989年 声动的描述 声动的描述是未来前景的第二个组成部分 是对公司达到胆大包天的目标之后 对公司振奋人心 动人而具体的描述 在把愿景从语言变成图画时 想象这样一种情形 想象一个人们脑海中可以形成的景象 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用文字作画 这种作画 对制定10到30年可以想象的 胆大包天的目标 是极为重要的 举个例子 回想亨利 福特是怎样生动的描述大众化汽车 这个胆大包天的目标的 我要为大多数人制造汽车 这种汽车的价格很低 所有较高收入的人都能买得起的 人们可以在上天赐予的广阔空间里 尽情地享受他们幸福的家庭生活 当我成功以后 每个人都买得起一辆车 每个人都会有一辆 马车将会从公路上消失 汽车取而代之 我们将为很多人提供就业和令人满意的工资 上面例子中那个零件供应部门的部门经理 声动地描述他那胆大包天的目标 我们会受到同僚们的尊重和崇拜 成品部门会积极地向我们学习 他们依靠我们的技术贡献 将创造出色的产品 并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我们会为我们骄傲 公司里最优秀 最上进的人将想方设法到我们部门工作 员工将会主动地回应 他们喜欢自己在做的工作 他们会以跑代步 他们努力工作因为他们想 这样做 员工和顾客都会感觉到 我们部门对他们的生活有积极的贡献 激情 情感和信念是生动描述的重要部分 一些经理人很不习惯 让他们的梦想带着强烈的情感 但正是激情和情感吸引并激发了其他人 当温斯顿丘吉尔要描述面临1940年 英国的胆大包天的目标时 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他不是仅仅说打败希特勒 而是 希特勒知道 他要么在这片土地上打败我们 要么输掉这场战争 如果我们能勇敢地抵抗他 全欧洲将会获得自由 全世界的人将会走向开阔 阳光明媚的土地 但如果我们失败了 包括美国 包括一切我们所知 所爱的世界将会落入新的黑暗时代的深渊 而纳粹反常的理性 将会使这个时代更加险恶 也许还会更加长久 因此 让我们全身心投入我们的职责 表现出我们的英勇 如果大不列颠王国和他的英联邦能够持续前年 前年后的人们仍然会说 这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 未来前景的几个要点 不要像有些经理人那样 经常将核心理念与未来前景相混淆 具体说 我们见到经理人混淆核心使命 和胆大包天的目标 有的把两者交换 有的把两者混为一谈 有的则没有把两者说清楚 使命是公司存在的基本原因 就像是地平线上恒久不变的明星 永远达不到 却永远引导并激励着人们 另一方面 一个胆大包天的目标是具体的 就像要爬某座具体的山 有具体的时间限制 并且是可以达到的 确认核心理念是一个发现过程 塑造未来前景是一个创造过程 我们发现 经理们常常很难想出胆大包天的目标 他们想分析他们通向未来的路 然而 我们发现 一些经理人从对未来的生动描述开始 返回来描述他们胆大包天的目标 这种做法更加成功 这种方法一开始就问 二十年后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想看到什么 这家公司会是什么样的 这对于员工来说会是什么样的 公司会达到什么程度 如果有人为一家著名的商业杂志写一天观 于这家公司未来二十年的文章 他会怎么写 一个和我们合作的生物工艺公司 在塑造未来前景时有点困难 有一位经理说 每当我们为整个公司想到什么时 往往是太原始而不够振奋人心 都是向推动世界生物工艺的发展 这类臣服的口号 但要他们描画出公司未来二十年的远景 他们说作为成功的典范出现在商业周刊的封面上 成为财富杂志十大最受崇敬的公司 最好的理科 商科学生都想在这里工作 飞机上的人热烈的像迷人的临坐 谈论我们公司的产品 连续二十年实现盈利增长 一种有创业精神的文化 会从内部繁衍出多个新的部门 管理大师把我们作为管理最好 思想最进步的典范 在这里他们融入了一个胆大包天的目标 要成为排名第一的生物工艺公司 要和默克强生公司一样受人尊崇 分析一个未来前景是否理想是没有意义的 有关创造的问题 本来就是没有最理想的答案的 而愿景的任务是创造一个未来 而不是预测未来 魏多芬创造了理想的第九交响曲了吗 莎士比亚创造了合适的哈姆雷特了吗 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它们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未来前景本质的问题应该是 这会令我们活力四射吗 我们会觉得刺激吗 这会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吗 这会让人们行动起来吗 未来前景必须振奋公司内部的人 否则这就不是成熟的胆大包天的目标 确实 未来前景应该产生一点漩涡效应 当它要吸引人们实现这个目标时 在决定付出什么和付出程度上 未来前景应该起到一种明显的漩涡作用 但如果不能实现未来前景呢 我们发现 高瞻援主的公司表现出惊人的能力去实现 即使是最大胆的目标 菲利普莫里斯确实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一位 在全世界范围内打败雷诺公司 福特的确大众化了汽车 波音确实成为了最有影响力的商用飞机 花旗银行确实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银行 这样看来 即使没有山姆沃尔顿 沃尔玛也会实现1250亿美元资产的目标 相反 我们研究中的对照 公司并没有实现他们定下的胆大包天的目标 区别不是高瞻援主 公司树立了容易实现的目标 因为他们看来 比对照公司倾向于树立更大胆的目标 区别也不在于目光远大的魅力型领袖 因为高瞻援主 公司常常不依靠能超越生命的领袖掌舵 也能实现胆大包天的目标 同样 区别也不在于高瞻援主公司拥有更好的谋略 因为他们常常意识到 他们经常是通过择强太弱的进化 的有机过程 实现他们的目标的 而不是设计严密的战略 准确点说 他们的成功 源于把建设公司作为创造未来的首要方法 最后 在想象未来前景时 要小心我们已经成功的综合征 一旦公司完成胆大包天的目标 又未能及时树立新的目标时 即会出现这种症状 NASA在登月成功之后 就出现了我们已经成功的综合征 在你成功登月后 你该怎样继续下去呢 苹果电脑公司 在成功发明了一种非技术人员 也能使用的计算机后 就换上了我们已经成功的综合征 处于草创阶段的公司 在上市 或者在市场上稳稳立足后 也经常出现我们已经成功的综合征 未来前景只能在公司没有达到 是对公司有用 在我们和公司合作的过程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经理人说 这里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振奋 我们似乎失去了动力 而通常 这标志着一个公司爬上了一个山头 却没有马上寻找到一个新的目标 总结 为了进一步说明愿景框架 我们给出了表示1.2和表示1.3 两个包含所有完整梦想要素的例子 20世纪30年代 从化工过渡到制药的默克公司 还有50年代规模很小 还处于草创阶段的索尼公司 许多经理都几笔写出了他们的使命 宣言和愿景宣言 但不幸的是 大多数宣言都是价值观 目标 使命 原则 信仰 渴望 标准 谋略 做法和描述的混合 更大的问题是 这些宣言很少严格的和保存核心 刺激进不相关联 但这恰恰是我们在本书研究的高瞻原主 公司中发现的基本动力 要切记 只有这种动力 才是持久不败的伟大公司的原始动力 而不是愿景或使命宣言 愿景 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运用这种动力的导向性背景 带着这种更为深刻的理解 我们力劝人们要严格运用这一章的概念 去重筑你的愿景或使命 使之成为建筑高瞻原主公司有效的引导背景 如果你能正确地描述它 那么至少有十年时间不用修改 并且你做了最重要的工作 创造协调性 表11.2 完整愿景的例子 表11.3 完整愿景的例子 创造协调性是我们持续工作的重要部分 它可以帮助公司转变成高瞻原主的公司 其中包括两个过程 1.发展新的合作机制以保存核心 刺激进步 2.减少偏差 及那些使公司背离核心理念 和那些阻碍公司向未来前景进发的因素 第一个部分是一个创造过程 要求创造新的机制 流程 策略 带出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使命 并刺激通向未来前景的进步 例如 在第七章 我们描述了3M是如何启用各种机制 去保存创新和内部企业精神的核心理念的 合作机制的第二个部分是一个分析过程 要求严格地分析这个组织的流程 结构 策略 通过这种方式发现会导致背离核心理念 阻碍进步行为的偏差 大多数和我们合作的经理人 都没能很好地减少偏差 如果你把团队精神作为你们的核心价值 但你又主要奖励有良好表现的个人 那你就不得不改变你的报酬机制 如果宣称创新是你的核心价值 但又把市场占有率作为最大的战略目标 那么你必须改变你的策略 如果你想鼓励人们多方尝试保留有用项目 那你就必须取消对正常事物的罚金 记住 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当出现偏差的苗头时 你要尽快扼杀它 把偏离看作是癌细胞 最好的办法是在他们大量扩散之前集中切除他们 如果你没能清晰地描述愿景 那么你必须从头用一系列具体 实质性地改变增强你们公司的配合机制 为了更好的保存核心 刺激进步 你应该为公司注入什么 还有 同样重要的是 你应去除去公司内部 哪些正在促使你背离核心和阻碍进步的因素 如果你做好了这项工作 你只需要很少的时间就可以阐明愿景 而大多数的时间可以用来启动公司的合作机制 当然停下来想想愿景是非常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 你要全公司的人联合起来 共同保存核心 刺激进步 迈向展望中的未来 而不是仅仅写下一份宣言 记住 拥有一份愿景宣言 离成为真正高瞻远主的公司还很遥远 当你们公司拥有了一流的合作机制时 即使来访的是外星人 也能推断出你们公司的愿景 而不需要阅读什么宣言 这就是造中师的首要工作 我们在主持研讨会 演说和担任企业顾问时 遇到了一些有关我们的发现和构想的问题 以下是常见的问题和我们的回答 问 我不是CEO 应如何利用这些发现 答 可以做很多事 首先 你可以把我们的大部分发现 用在你的工作区域 不管这个区域有多小 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层面担任造中者的角色 因为这不但是一种做事的方法 还是一种心态 在以英雄式的领袖角色 直觉地跳进去解决问题之前 先问 应该用什么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以根据一种强有力的理念 在任何层面建立教派般的文化 当然 这样多多少少会受整个组织的理念限制 但是仍然有发挥的空间 如果是整个公司没有明确的理念 那么你更有理由和自由 在你所属的层面树立一种理念 整个公司没有强烈的核心理念 不表示你的部门就不该拥有 一家电脑公司的制造经理对我们说 我已经厌烦在等待上面的人一起行动 所以我就从我自己的人开始 现在部门里有一套清晰的价值 我们根据这些价值来管理 这样让我的手下工作更有意义 我们在公司里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形象 而且约见新人时 会注意看他们是否符合本部门 大家都觉得与众不同 我们甚至有自己的外套和帽子 你也可以在任何层面刺激进步 我们曾经见过很多例子 发现胆大包天的目标在中层运作特别顺利 一家大公司的不动产部门经理 要求手下的每一个员工和经理 每年定出个人的胆大包天的目标 他也替整个部门制定了一个远大 宏伟的目标 而且没有什么理由证明 不能在一个部门里创造 鼓励大家多方尝试和太弱则强的文化 为什么不在你的部门里 制定3M那种15%式的规则 为什么不在被迫改变和改善之前 就建立永不满足的机制 以刺激变革和改善 在一家大公司里 有一位经理负责经营组件部门 拥有本公司内部的忠诚顾客 但是他倒使用其组件的单位说 从今以后 我们不在意所有的组件 都必须向我们购买的政策来约束你们了 你们要是能够从外面的供应商 拿到质量更好的组件 购货更快 服务更好 我们无话可说 如果知道你们可以转向别的地方采购 会逼迫我们改进自己的工作 你可以采取的另一个有利措施 是把我们研究这些公司的 主要发现讲给你旁边的人 帮助他们了解构建组织的重要性 而不只是研制另一种特殊产品 帮助他们了解保持核心和刺激进步的观念 向大家指出组织里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 说明为什么协调一致这么重要 帮助他们放弃非此即彼的一刀切 例如 我们认识的一位中层经理在会议上 经常帮助大家摆脱困境 他会说 嘿 我想我们现在受制于绝对化的一刀切 我们找个办法来兼容并序吧 大家经常都会这样做 高专援助公司可以当作可靠的例证 例如 如果高级经理拒绝明确列出核心价值观或使命 认为这样做太柔软或是太直嫩 你可以指出惠普 默克3M 保洁 索尼和本书提到的其他公司 指出他们坚持这种做法已经好几十年了 有哪一位顽固的经理 能够否定这些公司悠久的良好记录 事实上 你可以用这些公司作为依据 要求高级经理加以注意 有哪一位经理人 会不愿意像这些公司一样 获得长盛不衰的地位 问 非高瞻原主的大型老公司有希望吗 答 有希望 但是 很可能比从头构建高瞻原主公司更艰难 例如 为了配合一种理念 需要改变或消除很多固有的程序和做法 公司历史越久 规模越大 不协调的地方越是盘根错节 根深蒂固 可是 我们也看过一些有意义的例子 即使是在我们自己的研究里 也看到一家高瞻原主公司背离了自己的理念 但几十年后又反扑归真 重新回归协调一致的理念 这种情形令人赞赏 这家公司就是福特 菲利普 莫里斯 一直到大约20世纪40年代末期之前 也就是在公司百岁诞辰之前 都没有表现出高瞻原主公司的特点 另外 我们也见过和我们合作过的公司突飞猛进的例子 例如 几年前 有一家大型银行开始采用我们的初步发现 而且是在创立之后 首次标定自己的核心理念 开始了自我整顿的漫长过程 致力朝着保存核心和刺激进步的目标进发 这家银行的执行副总裁解释说 我一生都在这家公司工作 已经开始失去希望 但是 一旦弄清楚我们存在的真正目的 开始改变组织去配合目的后 释放出来的能量着实令人精益 从上到下 一直到分行职员 都觉得工作比以前更有意义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核心是什么 而且核心应该固定不变 我们在改变其他事情方面 就觉得好像解放了 可以取消 确实妨碍我们进步的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就像唤醒沉睡的巨人一样 我们还没有到达你们所说的高瞻原主 公司的层次 但是我们已有了长足的进展 成为高瞻原主公司是一种持续的动态的进步 不是静止不变的 路途尽管遥远 但是任何公司在任何时候 都可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变得更为高瞻原主 我们要再度说明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坚持不懈 找准方向走下去的人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的发现不是速逍遥 也不是一长串管理流行风中的下一个流行声明 或是下一个流行的口号 或是被人引用的一种新方案 绝对不是 要让任何一家公司变得高瞻原主 唯一的方法是长期坚持一种恒久程序 构建出一个保存核心而且刺激进步的组织 问 像IBM这种原本是高瞻原主公司 目前似乎丧失这一地位的企业 你们会提出什么样的指导 答 IBM是一个绝佳的个案 因为我们认为 IBM在过去近70年里 是世界上高瞻原主公司的典范 IBM的例子表明 企业不仅可以在高瞻原主的道路上 持续不断的前进 也可能倒退 成为高瞻原主公司后 不见得永远高枕无忧 高瞻原主公司就像民主制度 需要恒久不变的守护 IBM这样的公司应该从自己的过去吸取教训 几十年来 IBM一直狂热地保护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叫做三个基本信念 同时是全球最进步的公司 IBM在历史上曾热衷于一些最胆大包天的目标 包括决定把整个公司的命运付诸推动 IBM360系列大型电脑的计划 使公司先前的所有产品系列 几乎完全成为废物 这的确是个惊人的宏扑壮志 可是IBM在20世纪80年代日渐保守 致力保护自己的大型电脑系列产品 忘掉了自己的过去 如果和IBM的高级经理坐而论道 我们会激励他们 让他们制定于IBM360系列大型电脑计划 媲美的宏伟目标 我们会激励他们 让他们像过去把公司前途寄托在360系列大型电脑一样 再度把公司的所有产品变成废物 再把公司的命运寄托 在胆大包天目标的成败上 我们会激励他们 让他们对IBM员工充满信心 相信他们像过去完成360系列大型电脑计划一样 一定能够走过艰辛 再度完成看似不可能的艰巨任务 IBM有极为优秀的人才 他们毫无疑问会奋起迎接这个任务 我们也会激励IBM的经理们 让他们像70年代的强生重振信念一样 重振IBM的三个基本信念 我们会激励他们 让他们召集最高层的100位经理 和随意选择的1000位IBM员工 参加重新投身于三个基本信念的大会 而且 所有的人都要在一份巨大的信念文件上签名 我们会激励他们 让他们把大家签署的这份文件铸成铜板 予以复制 在全世界每一个IBM的设施里摆放一份复制品 我们会激励他们 让他们要求公司每一个人都亲自写下誓言 重新投身于这三个基本信念实施 最后 我们会激励他们 让他们制定一种保存核心和刺激进步的调整程序 我们会激励他们 让他们找出50个与三个基本信念不协调的地方 我们会激励他们 让他们至少找出另外50种妨碍进步 与基本信念不协调的方面 然后 我们会激励他们 让他们不只是改变 更要完全消除这些方面 我们相信 IBM拥有恢复世界最高瞻原主公司地位的根基 如果IBM拥护 成为高瞻原主公司的根本经验教训 那么我们相信IBM会恢复其地位 且在保持这种地位70年 反之 如果IBM不拥护这些经验教训 那么我们相信 即使IBM在短期内能够回光返照 但长期而言 还是会继续沉沦下去 我们对于任何衰退中的高瞻原主公司 都会给他们同样的指导 虽然细节一定会有不同 我们会要求他们吸取自己过去的教训 理清和重拾他们的理念 反扑归真 回归自己的根本 不仅如此 我们会要求他们采取激烈 大胆的前瞻行动 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实施残酷无情的改造计划 来保存核心和刺激进步 问 什么人不能构建高瞻原主公司 答 很少 只有不愿意长期置之以恒 喜欢安于现状 没有核心理念 不在乎自己离开后公司健全与否的人 才不能构建高瞻原主公司 如果你想创设一家公司 让公司迅速壮大 赚很多钱 再卖掉公司 获利后退休 那么 你不适于构建高瞻原主公司 如果你没有追求进步的驱动力 没有无休止的改善 和为前进 而前进的内心冲动 那么 你不适于构建高瞻原主公司 如果你无意见利 以价值观为导向 在赚钱之外还另有使命的公司 那么你不适于构建高瞻原主公司 如果你不想构建一家 不但在你任期内强大 而且在你离开几十年后 仍然强大的公司 那么 你也不适于建构高瞻原主公司 除了这四种人 我们看不出高瞻原主 公司的构建者有其他先决条件 问 你们的发现适用于非盈利组织吗 答 当然适用 适用于任何形态的组织 只是形式可能有些差别 我们受雇于非盈利组织 斯坦福大学 作者志义波勒斯是这所大学的副校长 我们的发现在这所大学应用得很好 有些盈利事业的经理们 将我们的发现应用在非盈利事业上 一家高瞻原主公司的经理 直接把这些构想 用在他所属的教堂 另一位经理 把这些理念应用 在他担任董事的医院 我们甚至认为 美国的建国先贤们 也应用了高瞻原主公司的理念 问 你们的书和别的作品 例如追求卓越互相契合吗 答 追求卓越是过去20年内结出的书籍之一 而且实至名归 每一个人都应该看一看这本书 我们发现彼得斯沃特曼的作品 和我们的作品之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但是 其中有若干重大差异 方法不同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研究项目和它们的不同 我们是从公司的整个历史 运拿它们和其他公司比较 来审视我们研究的公司 另一个重大差异 是我们把所有发现转化 成由根本概念组成的架构 尤其是保存核心和刺激进步的观念 几乎对我们所发现的一切提供了一把保护伞 我们发现它们的八大原因 在我们的研究里得到充分的支持 特别是传承价值观导向 自主修起精神 行动导向和松紧性质兼具这几点尤其如此 但是 我们也发现 八大原因中 有几点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 特别是固守本业和接近顾客这两点 如果你把本业定义为核心理念 那就没错 高瞻原主公司的确固守本业 但是 只要它们不违反核心 做任何事情都是天公地道 而且这样可以让摩托罗拉和3M这样的公司 脱离创业时的领域 在接近顾客方面 我们发现在我们研究的公司里 有不少比较倾向科技导向 而不是顾客导向 索尼 惠普 默克这三家公司就是如此 不是说他们不在乎顾客或对顾客的服务不好 正好相反 但是 如果顾客的需求 是这三家公司背离他们的理念 他们就不会再理会顾客的需求 就像顾客要求便宜的IBM 兼容电脑或廉价秀真计算机 惠普不理会这种呼声一样 他们的确接近顾客 不过绝对不能牺牲核心 我们也发现 我们的研究和德鲁克的著作深深器 可是时尚 我们对德鲁克的先见之名身为敬佩 研读他的经典之作 像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 1954年出版的管理实践 1964年出版的成果管理 你会深深叹服 他遥遥领先今日管理思潮的程度 事实上 在我们做这个研究时 遇到很多深受德鲁克作品影响的公司 惠普 通用电器 宝洁 默克 摩托罗拉和福特只是其中几家而已 最后 我们也发现我们的研究和其他作品相通 例如埃德加沙 因1985年出版的组织文化和领导 以及约翰·科特和詹姆斯·赫斯克特合著 1992年出版的企业文化和业绩 沙因论述的是文化混血 一级在公司和心中成长 能够在不丧失和新价值的情况下 带来文化变革的经历 我们探讨自行培养的经历的一章 就和他的发现深深契合 尤其我们讨论通用电器CEO维尔奇的部分 更是如此 科特和赫斯克特探索强力文化 和组织业绩之间的关系 和我们在业绩优异的组织里 发现的教派般的文化 更是相辅相成 问 你们研究的是过去 难道你们不担心 这些发现在21世纪过时吗 答 不担心 如果要我们说什么的话 我们相信 这些发现在21世纪比在20世纪更适用 尤其我们从研究中得到的根本理念 一级造中 兼容并蓄 保存核心刺激进步和协调一致的构想 在未来长久的时间里仍是重要的观念 我们无法轻易地描绘出这些理念 会变成过时的景象 以造中这一观念为例 拿注重建立组织特性的观念 和想出伟大构想 或成为杰出的魅力型领导人相比 前者会变得比目前更重要 由于科技发展速度加快 全球竞争加剧 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 任何特定构想的存活期会持续缩短 无论构想多么伟大 都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快的过时 就魅力型领导人的模式而言 我们认为世界的走向正好相反 看看20世纪吧 几乎整个世界都在向民主迈进 民主是一种程序 民主的精益是避免过度依靠任何单一的领袖 而把重点放在民主程序上 即使本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家丘吉尔 其重要性也在国家和国家的制度之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就被赶下台 他不明白自己远不如他所服务的制度重要 即使你不相信民主潮流等同企业眼睛的比喻 魅力型领袖的模式 也有一个永远回之不去的根本缺陷 所有的领袖都会死亡 这个缺陷现在克服不了 21世纪克服不了 1000年后也克服不了 因此 为了超越这个不变的现实 在建立组织的特性时 这个焦点必须放在首位 我们的结构性关键观念 即使保存核心 刺激进步 这个观念在21世纪也会日益重要 看看企业的趋势 更扁平化 权力更为下放 分布地域更为广阔 个人自主权更加大 知识性员工日渐增加 等等 和过去任何时候相比 企业都更难用传统的等级 制度 预算之类的控制方法来维系 甚至连去办公室上班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科技使大家可以在遥远的地方工作 企业的维系方法会越来越理念化 大家仍然有着人类的根本需要 必须属于某种引以为好的团体 大家对于指引方向 让生活和工作有意义的价值观和使命感 仍然有着根本的需要 对于和别人联系 分享由共同信念和期望构成的关系 仍然有着根本的需要 员工会比过去任何时候要求更大的工作自主权 同时也要求和他们有关的组织代表某种意义 再看看外部世界的趋势 零碎化 区隔化 混乱的变化 难以预测的性质 日渐增强的企业精神 等等 在此趋势下 唯有特别善于刺激进步的公司才能欣欣向荣 公司需要继续追求自我革新 方法可能是利用胆大包天的目标 以便继续成为让人兴奋的工作地点 追求伟大成就的公司 必须在世界要求改变和改善之前 就奋力地驱策自己 推动自我激发的改革和改善 模仿适应良好的物种眼镜的公司 也就是多方尝试 则强太弱的公司 在一个不可预测和多变的环境里 会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别的公司可能会衰亡 我们认为 21世纪的高瞻远瞩 公司势必越来越热衷于保存自己的核心理念 会越来越积极地给予员工个人工作自主权 公司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拥抱保存核心 刺激进步那种阴阳互补 兼容并蓄的动力 总之 公司必须发挥想象力 应用我们研究所得的概括性发现 的确 高瞻远瞩公司最不可能做的事情 就是遵照食谱般的成功格式去做事 就好像米开朗基罗不会去买 根据编号着色的画板一样 构建高瞻远瞩公司是一个设计问题 伟大的设计师会运用一般的原则 而不会运用机械式一步一去的教条 任何教人怎么做的秘方几乎注定会过时 但是 一般性的观念 当然一定要能够适应变化 则可以继续作为指导原则 一直到下个世纪之后很久 我们不相信 一百年之后 那些知识默克 摩托罗拉 宝洁和3M等公司的基本因素 会和现在有所不同 当然 形式会有变化 但根本因素却不会改变 副禄一 玩火 如何看待破产的高瞻远瞩公司 我们的研究不针对那些具有高瞻远瞩特点 但遭遇失败的公司 具有高瞻远瞩特点的公司 比那些不具备此特点的公司破产的百分比 会更高吗 做一个类比 假设我们研究了两组登山者的攀登技术 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高瞻远瞩 登山者与为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 对照登山者 进一步假设我们发现了两组之间的差别 比如观念训练或冒险精神的差别 完全有可能高瞻远瞩 登山者比对照登山者的死亡率更高 但是因为我们只研究那些活下来的登山者 所以再也不会注意这个事实 因此 尽管我们可以就如何成为一名高瞻远瞩的登山者 提出恰当的指导 但也可能无意识的 做出了增大死亡率的指导 同样 假设拥有高瞻远瞩公司的特点 导致破产的可能性为75% 允许 有25%的公司发展为 超一流机构 而拥有对照公司的特点 导致失败的可能性只有50% 允许50%不能成为超一流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 也许有些精密不想高瞻远瞩 从而提高简单生存的可能性 对这一担心我们有两点说明 首先 有些登山者在攀登珠穆朗马峰的过程中的确会丧命 但是只有那些不顾任何风险 尽全力攀登珠穆朗马峰的人才会真正到达顶点 不可否认 有些具有高瞻远瞩特点的公司 消失在竞争的风景线外 但那又怎样 在本书中我们不想讨论简单的生存问题 我们不认为简单的生存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我们感兴趣的是 公司如何进入一流机构的行列 而且我们完全认同 要经历一条冒险的道路 才能到达理想的目的地 但是 这是我们的第二点说明 我们相信 虽然我们无法证明 高瞻远瞩的特点 实际上既会提高脱颖而出的比率 也会提高生存的比率 再回到我们的历史前景 我们再次谈论的不是那些一次性的公司 我们谈论的是面对巨变 数十年繁荣发展的持久公司 如果高瞻远瞩具有风险 那么 为何这种风险没有光临这些公司 并且在其长期生存过程的某一时刻将其吞噬 高瞻远瞩仅仅是成功的另一种说法吗 为CEO的调查暗示着财务成功 我们完全认可这一点 难道CEO们会将非盈利公司视为高瞻远瞩吗 大概不会 这就提出一个正当的鸡语蛋的问题 我们能简单的将高瞻远瞩 这个词运用于任何取得成功的公司吗 不能 有很多财务上取得成功的公司 并未出现在我们的高瞻远瞩公司名单上 调查之前 我们广泛分析了十年来财富500强公司的业绩 分析显示 高瞻远瞩公司并不是在这一时间跨度内 仅仅取得极大成功的公司 实际上 如果只看一看1978到1988年间 我们调查前的十年 财富500强的工业公司与服务机构 对投资者的回报排名的前十八位 那么所列出的名单 与我们列出的高瞻远瞩公司的名单不同 如下所示 1978到1988年间 财富、工业公司与服务机构 对投资者回报排名前十八位 一孩之宝公司 二点Delimited 三沃尔玛 四点Affiliated 五远程通信 六巨人食品公司 七玩具反斗城公司 八玛利昂实验室 九点State Street布斯登公司 十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11.DCNY 12.麦克米伦公司 13.库博轮胎橡胶公司 14.泰森食品公司 15.菲利普什叶 16.mci通信公司 17.迪拉德百货商店 18.失亡食品公司 证据表明 我们调查的CEO们 不仅仅把高瞻远瞩公司 视为简单的高度盈利性公司 否则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将1978 到1988年间的一流财务运作者 与CEO的反应建立 一一对应的关系了 当然 在1926到1990年间 我们的高瞻远瞩公司业绩平平 这表明 如果CEO们不考虑财务上的成功 他们就在考虑 很长远时期内的成功 这与我们描绘的 作为持久繁荣机构的 高瞻远瞩公司相符合 我们能否信任CEO调查 找出名副气势的公司 实施调查 哪怕一向针对深谋远虑 学识渊博的人 比如一流的CEO这样的人的调查 是一个不完善的方法 我们的调查要努力降低偏见 但不能完全排除偏见 一方面 那些在调查的时间跨度内 得到积极宣传的公司 在调查结果中 可能并未得到恰当的表述 比如 美国运通公司 在接受调查前几个月 得到了大力宣传 有些宣传给他贴上了 高瞻远瞩的标签 这也许影响了CEO的一些应对措施 在调查数据中 给美国运通公司 以不相称的高度评价 将美国运通 与我们名单上的其他公司相比较 它并不具备 高瞻远瞩公司的很多特点 我们还承认 依赖一项调查就是认为 按照定义 高瞻远瞩公司 广为人知 备受尊崇 反之 这是对大型公众持股公司的偏见 注意 我们的最终样本公司 都是上市公司 但是有的高瞻远瞩 公司宁愿固守小规模 或宁愿默默无闻吗 比如 Io Io 比安公司 1992年 马尔科姆 报德里奇质量奖得主 对一个实财场来说 是个了不起的功绩 看上去具备 我们的高瞻远瞩公司的许多特点 但他们仍为 不公开招股公司 在某种程度上 是隐蔽机构 虽然承认有这些困难 但我们仍相信 对CEO的调查 尽管不够完美 但却是建立研究体系的 最实用的方法 由于是先不了解 高瞻远瞩公司的主要特点 这正是我们努力寻找的东西 我们无法建立准确的 科学筛选机构 最重要的是 调查有这样一个优势 它广泛拥有一批 明辨是非的裁判 他们不存在 我们所特有的偏见 还有人问 我们的调查是否 仅仅在线了财富 杂志列出的 最受尊崇的公司 其采用的 也是对CEO的调查 并不是我们列出的高瞻远瞩公司 并非如此 我们彻底分析了财富 1983到1990年列出的 最受尊崇的公司 虽然高瞻远瞩公司 在财富调查中 得到了良好表述 但我们并没有发现 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 1989年 两份名单中 列出的所有高瞻远瞩公司 均出现在财富前30%的位置 但与排名前18位 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对照公司中 只有两家公司出现在财富前 30%的位置 当然 如我们所预计的那样 高瞻远瞩公司 确实备受尊崇 但高瞻远瞩公司 并非财富 最受尊崇名单的简单翻版 相互关系 及缘由 在这个特殊的样本系列中 我们找出了某些区别 高瞻远瞩公司 与对照公司的特点 因而我们可以声称 这些差异与高瞻远瞩公司 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关系 但是我们不能随意关联 我们无法证明高瞻远瞩公司的特点 必定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带来持久的成功 我们也并非确切地知道 我们研究的公司找到了最佳商业道路 也许很多无人研究的私有公司 依靠一套完全不同的策略 取得了更长久时期的更大成功 我们不能断言已经确切找到了原因与结果 严格控制下的实验不可能存在于真实的公司环境中 因而不可能有100%的把握 断言原因与结果 我们的对比分析 让我们更加相信已经找到了原因 并不是没有通过对比的任意关联 但这并不能给我们一某种信心 但是需要强调 我们发现的区别高瞻远瞩公司的基本要素 通常在这些公司成为大型成功的一流机构 很久以前就会表现出来 实际上 这些特点一般出现在最终成功之前 再一次体现了历史方法的威力 这一事实让我们相信 我们的发现不仅仅是偶然的相互关系 高瞻远瞩公司的艰难时期 20世纪90年代初 我们研究的多数高瞻远瞩 公司在本行业中是无可置疑的一流机构 尽管如此 有些高瞻远瞩公司曾经历过困难 这能动摇我们的发现的有效性吗 我们认为不能原因有二 首先 很重要的一点是记住 我们研究的所有高瞻远瞩公司 甚至那些在90年代运作良好的公司 都会在历史的某一时期遇到困难 高瞻远瞩公司并非对挫折与困难具有免疫力 但他们表现出了韧性 建立了令人瞩目的长期业绩记录 比如 看一看IBM的情况 不管IBM在90年代经历了怎样的问题 该公司拥有不能磨灭的70年记录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大萧条和计算机的发明时期 在这70年间 在商用机器行业 没有一家公司能与IBM并驾齐驱 即使在IBM最黑暗的时刻 商业报刊还称它为国家的财富 一个公司取得这样的地位绝非偶然 我们相信 在IBM的历史上 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教训 它的成功与艰难 IBM从自己的过去中应该学习什么呢 它需要如何去做才能重新取得以前的地位呢 第二 要记住 在整个研究中 我们一直在将一个公司与另一个公司对比 所以 虽然没有公司是完美的 所有公司都有其瑕疵 但有些公司在长期发展中 的确取得了领先地位 例如 当宝来公司开始走下坡路 失去自己的特色时 没有人会撰写一个国有的财富的消亡 对多数人而言 宝来公司只是另一个公司 为什么IBM会上升到这样高的地位 而宝来公司在美国精神或世界经济中 永远无法取得相当的地位呢 无论有何缺陷 一个不变的事实是 高瞻远瞩 公司的光辉盖住了整个市场 以及那些长期精心挑选出来的对照公司 从对比中我们能了解到很多东西 大公司与小公司 该研究侧重大公司吗 是 也不是 是 因为名单中只包含大公司 但是列出的每个公司曾经都是小公司 审视这些公司时 我们不仅看他们壮大的时候 还要看他们弱小的时候 而且我们寻求获得 既适用于小公司 也适用于大公司的见解 记住 我们也调查了小公司到中等公司的CEO 即使小公司的CEO 也希望从那些壮大起来的大公司 学习经验教训 信息不均 历史信息的质量与数量因公司不同而异 有些公司比如惠普和默克公司对我们敞开档案 提供了很多箱重要资料 多数公司甚至对照公司合作良好 尽管信息的质量不尽相同 但是有些情况下公司拒绝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合作 因此我们完全依靠第二手资料 此外各公司的第二手资料的质量和数量也各不相同 例如我们没有找到专门写诺斯通公司的书籍 但找到成堆有关福特 IBM 迪士尼和通用电器等公司的书籍 我们尽最大可能查找每一家公司的所有可能找到的资料 但只找到一家公司建武公司的实质性资料 找到完整的信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面对已经拥有的大量信息 我们相信即使得到了完整的信息 我们的发现也不会做出重大改变 我们猜想如果有所改变也是对发现的进一步提高 侧重美国 我们只调查了美国的CEO 考察的非美国公司只有两家 索尼和建武 我们相信作为一家高瞻原主 公司的基本要素会超越文化和国界 但我们也怀疑 这些要素的自卫会因文化的差异发生变化 也许是巨大的变化 我们毫不掩饰这一事实 并且鼓励就高瞻原主 公司的跨文化差异做进一步研究 附入二 公司与对照公司的创业基础 附入三 表A点一 我们对高瞻原主公司与对照公司在整个历史 从成立之日到1991年 上的研究分类 表A点二 从事研究的信息来源 表A点三 领导层 成型阶段的区别变量 去 表A点四 核心理念的证据 去 表A点五 制定版大包厅的目标的证据 去 表A点六 拥有教派般文化的证据 去 去 表A点七 有目的变化的证据 去 表A点八 管理连续性的证据 去 表A点八 的支持数据 CEO统计数据1806 到1992年 表A点九 通用电器公司CEO在任期间的业绩排名 股票收益原始数据 表A点九 注释 表A点一零 自我提高的证据 去 表A点一零 的支持数据 作为销售百分比的毛PPE的年均增长 表A点一零 的支持数据 年均股息支付率 书籍已播完 感谢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